幾千人離開伊拉克摩蘇爾 逃避政府軍與反叛武裝擊戰 烏克蘭親俄羅斯分子與政府軍擊戰 民眾逃離家園逃避戰火 尼利亞一個購物中心爆炸 至少19人死亡52人受傷 聯合國紀念打擊毒品國際走私日 緬甸公開焚燒一千萬美元的毒品 澳大利亞轉移搜尋馬航失蹤班機範圍 到最初海底搜索水域爾蘭的地區